在世界哪个角落 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 每当一座新圣殿完工时 教会都会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举办开放日活动 而这件事在美国和加拿大 尤其是个普遍的传统 在新圣殿奉献典礼前的 那几个星期当中 我们敞开大门 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 当地教会成员 以及其他信仰人 来参观新落成的圣殿 这些都是能帮助 不熟悉我们教会的人 增进了解的美好活动 几乎每个造访新圣殿的人 都会赞叹其美丽的外观和内部 他们对圣殿在每个建筑上的细节 所展现的工艺和巧思 感到印象深刻 此外许多访客在尚未奉献的圣殿内 接受导览时 也感受到某种独特特殊的感觉 这些都是访客们 对我们开放日活动 所常见的反应 但却不是最普遍的回应 在所有的事物中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在开放日中 所遇到的本教会成员 这些访客离开 后中心中 永远记得的是这群神为东道主的后期圣徒 现在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每天都有媒体撰写或谈论本教会的事 报道教会的许多活动 许多最知名的美国新闻媒体 都经常报道本教会或教会成员 这样的讨论也遍及到全球各地 教会也在网机网路上吸引了许多注意 正如各位所知道的 教养网路已经大大改变 人们分享资讯的方式 本教会和教会的教导 每天无时不透过网机网路 部落格和社群网路 经由世界各地一些不曾为 报赃杂字邪导的人 广泛地讨论着他们的制作影片 他们在网路上与人分享 这些人都是平凡的大众 有的是我们教会的成员 有的是其他信仰的成员 他们都在谈论着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人与人沟通的方式 改变在一定陈述上 捉明了我们摩尔门教徒 比从前更受人关注的原因 但教会确实也在成长 向前推进 越来越多人与本教会成员 成为邻居和朋友 不论在政界 商业界 演艺界 教育界 以及似乎各行恶业 都有知名的教会成员 甚至教会之外的人 也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 并且想知道原因如何 有数多人知道 本教会和后期圣徒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尽管教会的知名度提高了 但许多人并不了解本教会 有些人被教导 要对本教会持怀疑态度 并且不问来源 不明就里的财信 有关本教会的负面刻板印象 另外还有许多 关于本教会及其立场 错误资讯 混淆之处 这种的情况 早先从 约瑟斯密的时代就开始了 约瑟斯密将自己的历史写下来 一部分原因是要矫正众人的误解 并让所有探寻真相的人 获知真情 的确 总是有人会曲解事情 蓄意扭曲本教会的教导 但是大多数人 对本教会有疑问的人 只是想要了解这些事情 这些内心公正人 是真心的想要了解我们 教会的知名度和声望不断提高 对我们身为教会成员的人而言 代表着大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协助矫正众人的误解 并且在他人对我们的描写与事实不符的时候 对错误的资讯提出纠正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分享真实的自己 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 你也可以做 来增进对外界对教会的了解 如果我们用准备举办圣殿开放日活动时 同样的精神来表现我们的行为 那么我们的朋友和令人就会更加认识我们 他们的怀疑将会消失 负面的印象 刻板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他们也会开始了解本教会真实的状况为何 容我针对每个人 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必须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 我们要别人相信 我们相信他是所有人类历史中心的人物 他们他的生平和教导是圣经 以及其他我们也认为是神圣经书的核心 就约为基督成事的传道铺成 新决则叙述了他成事的传道 摩尔门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成事传道的第二项见证 他来到世上圈告他的福音为全人类的根基 好让神有所有的儿女能够学习并遵行他的教导 然后他献出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 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救恩 这就是我们相信他是所有人类历史中中心人物的原因 我们的永恒命运始终有赖他的全能 相信他并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主和夫子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们也相信唯有透过基督才能可能在今生和永恒 得到最大的满足希望和幸福 我们的教义在摩尔门经中的教导中明确指出 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 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 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 因此 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想基督的话 并持守到底 看啊 父这样说 这样说 你们必得永生 我们宣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 他会在我们一切努力上祝福我们 指引我们 我们在城市上勤奋工作的时候 他会巩固我们 并在我们遇到考验时带来平安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凭借对他的信心生活 而这教会正是他的教会 第二 我们要成为他人正义的榜样 在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之后 必须遵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给我们的中古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救主教导我们 要为信仰树立典范的重要性 他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若要尽力效仿他 为世人立下榜样 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成为良善和美德的典范 我们每个人所做好的行为 可以为救主和他的教会加分 当你们从事善举 成为高尚正直的男人 女人时 你们的生活就会反映出基督的光来 其次要站出来为教会说话 在我们每个人的市场生活当中 我们都蒙福 获得许多机会 与他人分享我们所相信的事 当我们的亲友和同事 问起我们宗教信仰时 他们就是邀请我们 分享我们的事和我们的信仰 他们不一定会对这个教会感兴趣 但是他们有兴趣进一步认识我们 我给各位的建议是要接受他们的邀请 你们的亲友和同事 并不是邀请你们去宣讲 教导 讲解 劝勉 要用双向的沟通方式与他们交谈 分享关于你的宗教信仰的一些事情 但也要询问有关他们信仰的事情 根据他们所问的问题 来衡量他们的兴趣的程度 如果他们有问很多的问题 就将谈话的重心放在问题 回答问题上 总要记得他们主动问起 比你主动告诉他们要来得好 有些成员似乎想要隐藏他们教会成员的身份 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例如他们可能认为那不是他们分享信仰的场合 或许他们害怕出错 或被问到答不出来的问题 如果你在你脑海中有这样的想法 请容我给你一些建议 只要记得约翰斯所说的话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如果我们爱神 爱我们灵人 我们就蒙得应许会克服恐惧 如果你最近造访过www.mormon.org 也就是教会为那些有兴趣认识本教会的人 所设立的网站 你便会看到有些成员已将自己的资料上传了 他们建立了线上个人档案 说明他们是什么人 以及他们的信仰对他们为何如此重要 他们就是站出来为他们的信仰说话 我们谈论教会的方式和我们所说的内容一样重要 我们应当怀着基督般的爱来进行这样的谈话 无论是说话或书写 不管他人有任何回应 我们的语气都应该要尊重有修养 我们应当诚实坦白 尽量清楚说明 我们要避免防御心过强或与人争论 使徒保罗说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今天今日一切所行的事方面 网机网路所占的分量似乎越来越重 我鼓励大家 不论是年轻人或年长人 多利用网机网路和社群媒体与人接触 并分享自己宗教信仰 在你用使用网机网路时 有可能会看到有人正在进行有关教会的谈话 这时如果收到圣灵的指引 请勿迟疑 加入谈话 发表自己的意见 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 不像其他你能与人分享的任何事物 在这个资讯时代里 福音信息是世上一切资讯最有价值的 福音的价值无用之质疑 福音是一颗高价值的珍珠 在教会 谈论教会时 我们不要去想夸大其词 我们不需要捏造我们的信息 而是要诚实直接地传达信息 只要我们打开沟通的管道 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 自会对准备好的人证明他的真实性 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所体验的与外界 对本教会所观察的 在看法上 在理解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就是我们在奉献每座圣殿前 所举办圣殿开放日活动的主要原因 在圣殿开放日活动 志愿服务的成员 纯粹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看到自己在教会里 所看到的那真实的样貌 他们体认到 本教会是个奇妙又奇妙的事 所以想要其他人 也了解这一点 我要邀请你们照样去做 我应许你们 你们要 只要你们接受这些邀请 去分享你们的爱 你们信仰对耶稣基督 复行福音的感觉 爱和勇气的精神 就会与你们长相左右 因为爱即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现在就是知道 更多机会 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愿我们准备好自己 善用我们每一个人 所获得的机会 去分享我们的信仰 我如此 谦卑地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